他是来自广东潮汕的92年小火关西秋 潦草的地中海造型 加上满脸的小胡子 有黑的皮肤 炯炯有神的小眼睛 说出去也没人相信他是90后吧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有些邋遢的大叔 确实是实打实的90后青年 阿秋此前有一个非常远大的梦想 就是希望能够骑着自行车环游全国一周 如今已经走过32个省的阿秋 在香港的时候却遭遇了无情小偷 将他从朋友那儿借的 价值8000元钱的自行车给偷走了 阿秋对此也是非常着急上火 并且立刻联系了香港警方 希望警方能够帮忙找回 目前警方所得到的现有信息是 阿秋的车辆是在旺角地区被偷 小偷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偷车贼 或许小偷这辈子都没想到偷个车 竟然能够登上市会新闻的头条 其实之所以阿秋被偷车会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阿秋骑行了32个省市都没有兜车 来到香港之后突然兜车了 这确实给到了香港政府非常大的压力 毕竟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偷窃问题 而是上升到政府层面的治安管理问题 同时阿秋因为骑行三年 容貌发生了巨大改变 从曾经一个八块腹肌的超级帅小伙 变成如今这富邋遢的模样 也是有人难以相信 阿秋真的是90后吗 小网友甚至调侃 干脆把阿秋的自行车还回去 让他承认自己是80后好了 90后才不背这个锅 其实网友的调侃 阿秋心里也不太好受 并且晒出了自己的证件 立正清白 告诉广大网友 自己确实是十打十的90后 一确从阿秋的通行证 以及各类证件当中 都明晃晃地写着阿秋的真实年龄 是31岁的年轻小伙子 至于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只能说风餐露宿的阿秋被太阳曝晒之后 没有做好防护才会导致这个样子 当然现在的模样 也打消了许多人想要骑行中国的念头 真正能够像阿秋一样有这样的胆识 骑行中国的骑时并不多 阿秋做到了很多人渴望不可及的事情 甚至让大家看到了属于90后的别样风采 的确 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适合远方 你可以选择坐飞机去旅游 也可以像阿秋一样选择脚踏实地 每一个省市其实都遍布了阿秋的印记 当然阿秋现在有一个比较痛苦的地方在于 医生诊断他的脚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果继续骑行 可能会对脚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 可是眼看着已经骑行了32个省 让阿秋此时放弃 或许他也做不到 对阿秋来说 是否能够完整地骑行中国 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更重要的是曾经的一腔热血 如果因为伤痛而戛染而止 是否又有些遗憾呢 不过人生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 你认为阿秋最后能否成功骑行中国 完成他这一个伟大的梦想呢